书友们 咱们一起来写下乘语 百福俱真 这里顿一下 顿一下 这里 这个长痕的一般来说的话都是写的比较平的 中间落笔 中间 摆字的话需要注意什么 撇笔 撇下来的时候对准正中间 这左右呢也是要有一个空间 使这个下面这个结构去中间的这个位置 这里这个树笔呢偏长一点会更好 再给大家 准备小时 这边看着的 好 再给大家看看 什么 relative 这边是什么 你和这个树笔呢 这边的树笔呢 そ 这边的树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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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树笔呢 是 是 这个树笔呢 其实是 这个树笔呢 对 这个树笔呢 其实是 这个树笔呢 就 这边的树笔呢 就是 这个树笔呢 就是 这边的树笔呢 这里这个盾比和这个盾比也是一样 都是一样重的 相对来说这边和相对这边都是细很多了 这里这个句字呢 首先这笔伸出来一点没关系 而这里呢捅过来一点也没关系 长痕的话写的就要相对细一点了 所有的横笔都是细的 所有的竖笔呢都是重的 以及就这两点 还有就是这笔写的时候呢 大多数情况下是这一点偏低 这一点偏高 当然有时候也是这一点偏低一点也有可能的 左右贴的比较近一点 这个纳笔纳的重一点浑厚一点 勾上去的时候 其实这是属于一个 不是属于中间的一个勾 所以勾的稍小一点也没事 这是个反纳 这不是个点笔 你看这一撇 这一撇往里贴的话就造成左右结构呢 就变成拥挤一点了 拥挤一点了也好 不要写的很松散 摆幅俱真呢 这几个字呢 我们就写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